行婚前老婆让我严守规矩 我便分房 微笑 互不打扰 可她却慢慢变得不对劲起来 不仅半夜钻进我的背部 还大口瞬息我嘴里的部分 甚至扬言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以后睡觉不许穿衣服 只因一年前救过一个老头 没想到老头天天撮合我和她的总裁孙女 这让女总裁觉得我居心投策 决定一身入局 揭露我的伪善 此时 或于父母催婚 我答应了老头和她孙女见一面的要求 我看着眼前面容娇好 身形窈窕的女孩 交流一番后我还是提了出来 我想找个人刑事婚姻 只有夫妻之名 没有夫妻之识 好应对家里人的催促 你有这样的想法吗 苏慕雪笑了一下 没有回答 我的这个提议正中她的下怀 她觉得自己正好可以借此机会 叛名我的真实目的 毕竟她的爷爷是天云集团老总裁 而自从一年前被我救过之后 就一眼相中了我 拼命撮合我和她的孙女 这也让她严重怀疑我居心谜策 可是在我看来 成年人的沉默便是拒绝 我略显尴尬 直接站起身来 抱歉 苏小姐 这个提议太冒昧了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眼看着我马上要走 苏慕雪叫住了我 楚先生 先别走 我又没说不同意 我猛地回头 看向苏慕雪 那你的意思是 我同意 我见没一条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说完话后 苏慕雪美眸一睁 忽然想到了什么 欲擒故纵 演得不错呀 难怪能把爷爷都给糊弄不死 我们走出茶馆 正打算去民政局一趟 苏慕雪呼道 等我一下 怎么了吗 苏慕雪没有回答 而是走向一个拐角 爷爷 你不是说去下象棋了吗 苏老头的尴尬声随即传出 我的天 这树可真像柯树啊 哎 慕雪你怎么在这 和清语聊得怎么样 接下来你们要去哪里玩呀 苏慕雪笑了一下 爷爷 我俩打算去民政局玩 领个结婚证 出乎苏慕雪预料的是 苏欣松脸上 并没有流露出震惊 反而是更为欣喜 太好了 我就说嘛 你俩肯定能看对眼 半小时后 结婚证到手 我看着面前的苏慕雪 内心还有些难以适应 这就结婚了 楚先生 你一直盯着我看 我脸上有东西吗 虽说结了婚 但在苏慕雪心中 对我全无半点好感 他对我的称呼 依旧是简单直白的楚先生 老公之类的称呼 想想就起一身鸡皮疙瘩 借着这层关系 尽早试探出他的显乐用心 才是最重要的 他仔细观察着我的神情 想看到我对楚先生一称 会做何等反应 而我仿佛无动于衷 没有什么 我只是有些恍惚 感觉好多事情 都还没说清楚吗 直接就赏婚了 好多事情 比如 比如结婚后 咱俩是分开住 还是 好啊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楚亲女 他不动声色的说道 新婚夫妇嘛 肯定是要住到一块的 我记得你自己有套小房子 对吧 对 你要搬过来住吗 我心中不免有些坦克 长这么大 还没和同龄女生同居过 苏慕雪摇摇头 他当然不会住进我的房子里 那和羊入湖口有什么区别 我也松了一口气 可苏慕雪的下一句话 却把我控住了 你搬到我这边来住吧 我那套房子还蛮大的 我不好推托 回到自己现居的小房子里 简单收拾好行李后 便将小区定位发给苏慕雪 苏慕雪秒回了我 怎么没有具体的门派号啊 你从东门进来 我把行李搬下去就好 你就不用跑上跑下了 他那套小房子里 指定有什么秘密 说不定可以把这些秘密当线索 弄清楚金语的真实木 想到这里 他便按照定位 驱车赶到我居住的小区 没过多久 苏慕雪便看到我背着电脑包 拉着行李箱走了下来 楼上还剩下多少行李 我和你一起上去搬吧 苏慕雪此言 搬行李是假 查看我的住处才是真 只不过 我的回答却令他有些震惊 没有了 你搬一次家 就一个电脑包 外加个行李箱吗 那不然呢 还该有什么 没有特别大件的东西 也该有各种家具零碎吧 比如床 被子之类的 苏慕雪这么一问 反倒是让我愣着 苏小姐 我之前没有问 现在冒昧问一句 你那套比较大的房子 不会还是个毛皮房吧 当然不是 我苏慕雪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啊 天云集团的女总裁 赫赫有名的商界女强人 用得着买套毛皮房 你不嫌掉价 我还嫌掉价吗 苏慕雪的心里话 不可能当着我的面说出来 在探明我的真实目的前 她仍需将普通人的身份 继续演绎下去 楚先生 你尽管放心 你完全可以拎包入住 苏慕雪换了个切入方向 我是想让你再确认一下 有没有东西落下 免得又跑来跑去的 你说的有道理 我向苏慕雪发出了邀请 苏小姐要一起上去看看吗 这正中苏慕雪吓坏 好啊 二人乘电梯上的六楼 来到602门前 得到我应允后 苏慕雪便不动声色的 在房子里四处都转起了 楚先生虽然是一个人住 但是房间却干净整洁啊 楚清宇笑着反问 一个人住就不该干净整洁吗 这个嘛 看情况 有些人工作比较忙 房间乱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吧 我隐隐感觉到 苏慕雪口中的有些人 便是在指他自己 不过本着看破不说破的原则 今后我们住在一起 家务工作 由我来做就好 反正我做网店 平时也不怎么出门 我的发言 令苏慕雪颇感惊讶 楚清宇现在把姿态放得这么低 今后图谋的东西 肯定不少啊 在小房子里都转一圈后 苏慕雪并没有发现 什么值得细究的东西 走吧 去我那套房子 看看我们的新家 搬进新家后 我边打扫边同苏慕雪聊着天 这个房子看起来没怎么住过 是父母给你准备的婚房吗 苏慕雪也顺泼下鱼 点点头 我父母也有过类似想法 想到这里 我看向苏慕雪 我们虽说是形式夫妻 但彼此的父母 还是要找个时间见一下的吧 可以 不过最好等一段时间 让我们俩先熟悉一下彼此 在见过双方父母之前 我们最好不要对任何人舍着 我点点头 即便是在包容性很高的现代人中 闪婚也是一件十分小众的事情 确实不值得张扬 我并不知道 这不过是苏慕雪的缓兵之计 她并不想见我的父母 只想借助婚姻关系 尽快揭露我的真实命 然后将我的一切行径 告知爷爷 从而彻底结束这场道局 不多时 我准备出去买菜做饭 苏小姐 你想吃点什么 比较挑食的苏慕雪 并不了解我的厨艺 加之戒备心理 她也不想尝试 她便拿起手机 我今晚可能加班 你就自己吃吧 买菜做饭后 留了一些饭菜给苏慕雪 而后 我便开始处理网店上的一些订单 一直到夜里十一点多 才洗澡睡觉 蜀青鱼 苏慕雪偷偷在自家大别墅吃完饭 我刚走出浴室 便听到了苏慕雪轻量的高音 穿着个大裤衩子 连忙跑到她身旁 苏小姐遇到什么问题 有腹肌了不起 有腹肌就可以穿着个大裤衩子乱逛了 没眼看 真是没眼看了 苏慕雪尽力将目光 偏向窗外的夜景 用平静的语气 楚先生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要住在这里的 你平日里都穿着 不好意思 我当即溜回自己房中 换上一身睡衣 然后走出房间 却发现苏慕雪也回了房间 我便用手机微信给对方发了一条消息 实在抱歉 苏小姐 我平时自己一个人待惯了 以后我会注意的 房间内 苏慕雪看着我发来的微信消息 胸口不免有些起伏 脸上的红韵也沉郁了几分 脑海中 关于我身形的画面 反而变得清晰起来 不是 我疯了吧 忘掉 忘掉 赶紧忘掉 楚清雨 你说你也是 长得挺帅 身材挺好的一个男人 怎么就不走正道呢 苏慕雪当然不可能讲这些心理话 发给我 他只好将我的备注 改成八块腹肌的暴露狂 然后回复了一条消息 没事 是我太过意境一炸了 你早点休息吧 发出这条消息后 苏慕雪便趴到了房门边上 直到听见我回房并关门的声音 他才放下心来 拿起睡衣 捏手捏脚地打开房门 溜进浴室 毕竟我不回房间 他实在不好意思进浴室洗澡 苏慕雪站在淋浴头下 任热水烫过他细滑的胶躯 他时不时看向浴室门口 声哄我色心大气 推门进来 毕竟浴室地板那么滑 跆拳道不好展开 房王喷雾他也没有带进来 他低声安慰着自己 苏慕雪 你的焦虑感太重了 放轻松点 那么多商业场上的对手 都败在你手下了 一个楚清雨又算什么 低雨间 他的神色也越发从容起来 甚至还闭上眼睛 愉悦地享受起洗澡时光 可避也没多久 他脑海中便浮现这样一幕场景 雾气阴晕的浴室中 有着八块腹肌的我 正站在淋浴头下 苏慕雪猛地睁开眼睛 我疯了 我绝对是疯了 赶紧洗完澡 去睡个觉 别乱想这些奇怪的场景 说不定楚清雨用的是浴缸呢 这个念头刚一冒出 苏慕雪脑海中 便浮现出我抛在浴缸中的场景 八块腹肌若隐落现 美女总裁的心中 发出了吐蕃鼠尖叫 不要想了 不要再想了 再这样下去 我的眼睛要下了 经过一番思想折磨后 苏慕雪终于醒了他 他拖着疲惫的身躯 捏手捏脚地回到房间 好好睡一觉 明天醒过来 就会忘掉这些事情了 闹钟与晨曦一到 他正开门去上班 发现我正好从屋外回来 我买了点早餐 来一起吃吧 不用了 我不经常在家吃饭 要是我在家吃的话 我会提前和你说的 同我道别后 他来到了小区附近的一家餐厅 这家餐厅是昨夜新开张的 只有苏慕雪知道 餐厅的大厨 是苏家别墅原先的厨娘 以天云集团的财力 物力 人力 一夜之间 买下并改造一家小餐厅 完全不成问题 吃过早餐后 苏慕雪去车来到了公司 刚一进办公室 与秘书朱秋月便跟了起来 苏总 您之前让我们持续追踪 楚清雨的情况 现在有了一些新进展 靠在椅背上的苏慕雪 一下子就来了精神 坐直交去 快 拿来我看看 朱秋月递过来一台笔记本 然后苏慕雪的脸上 出现了十分无语的表情 有种压轴大菜式米饭的感觉 苏慕雪撇撇嘴 秋月 既然你们追查到楚清雨 昨天结婚的情况 那也应该追查到 她的结婚对象吗 朱秋月老师弟点点头 那你还有必要向我汇报吗 苏总 我其实也曾犹豫过 但还是觉得 哪怕你已经知晓 我仍旧因按照流程 向你汇报 苏慕雪点点头 你的出发点很好 但之后最好不要出发 我的时间很有限 是 苏总 不过您付出这样的代价 会不会有点太大了 苏慕雪却摇摇头 冰冷的翘脸正色倒步 昨天一天的接触下来 我深感楚清雨这个人 伪装得很好 不论是日常的交流 还是神情上的拘谨 尴尬 都演得出神入化 绝对受过专业的训练 一定要继续深挖下去 朱秋月付费 这都挖了快一年了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她就是个普通我 不是演的 我吃过早餐后 门银突然响了 后过猫眼你看 竟是苏青松 你怎么来之前 也不说一声 苏老头 爷爷 意识到问题的我 连忙改口 好孙女婿 来 爷爷给你改口 说着 苏青松掏出一张银行卡 这卡里有二十万块钱 你拿去花 我连忙推辞 苏青松却只把银行卡 往我手里散 拿着 你要是不拿 我都不好意思让你叫我爷爷 几番推辞不成 我还是决定 暂时将银行卡接管 等今晚苏小姐回来 再把银行卡交给他 哎 这就对了吗 也许二人 便在棋盘上杀了起来 一直杀到中午十分 青宇 一会你做完饭后 我们带一份去给沐雪吧 嘴上答应苏青松后 我走进了厨房 趁着苏青松不注意 我还是掏出手机 打算给苏沐雪提前发张消息 天云集团总裁办公室 爷爷到家里来了 规信弹出的消息 苏沐雪就没顿时一天 楚青宇这个心机难 改口的还真快 爷爷不会是给他改口费了吧 他赶紧拿起手机 爷爷他没搞出什么事情了 没什么 不过他给了我一笔改口费 果然啊 楚青宇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吧 苏沐雪嘴角自得的笑语 还没持续片刻 我的下一条消息便发了过来 不过这钱我不能收 待会我把银行卡交给你 又玩狱情故纵事吧 行 我陪你玩下去 等一下 待会 什么叫待会 苏沐雪顿时一慌 爷爷不会是要拉着你到公司来吧 你说对了 他让我给你代饭 放下手机后 苏沐雪先手织服了 鼓探连连 爷爷他真会给我找事情了 爷爷 真的要这么找了 就得这么找 清宇 不要担心 你这做饭的手艺很不错 沐雪肯定会喜欢他 二人刚一下车 便看到苏沐雪和一名女子 正站在大厦门口交谈着什么 忽然 苏沐雪仿佛不经意地 向爷爷爷二人所在的方向张望 然后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爷爷 清宇 你们怎么来了 苏欣峰笑嘻嘻的 抢先开口道 清宇担心你忙得顾不上吃饭 非要拉着我一起过来给你送饭 两人无语 若非两口子早已私下口过气 此刻肯定会被这个糟老头子给唬住 苏沐雪也不忍心拆穿爷爷的小把戏 只好看向我 结果我手中的仓 我二人笑 辛苦你了 清宇 不辛苦 趁热吃吧 苏沐雪只向一旁的停车场 到我车里去吃吧 他主要是担心 要是往来的员工冲他打个招呼 那他的身份可就暴露了 我也点点头 熟料 苏青松再次开口道 你们小两口去就行了 我正好想在这附近逛跑 清宇 拉着沐雪过去啊 你忍心看着自己老婆来的 清宇 我们还是赶紧去车里吧 我也觉得 显然 两口子都觉得 再继续待下去 老顽童的嘴里会说出更多虎狼之词 爷爷给我的改口费 你找个机会 还给爷爷吧 一上车 我便掏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苏沐雪 苏沐雪接了过来 同时以一种调坦的语气 笑问道 清宇 是不是嫌改口费太少 不想拿呀 我坦言道 恰恰相反 太多了 有二十万吗 苏沐雪来了兴致 听你这意思 要是爷爷给的少 你反而愿意接受 是啊 爷爷要是给个几百块 我就收下了 回头逢年过节 再加倍买些礼物补品之类的 返航回去 苏沐雪点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接过银行卡时 他发现我的脸上 有几分舒畅感 这不像一个贪财之人 能做出的表情 难道说 楚清宇真的不是一个贪财之辈 这二十万 是要收个千分之一的手续费吗 我也被他这话逗乐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是要你手里的餐盒 你不是说你吃过午饭了吗 我帮你解决掉 苏沐雪不免有些尴尬 之前 他谎称自己吃过午饭了 只不过是随口找了一个借口 想阻止我来公司吧 他是打算浅尝几口的 只要我做的不是太难吃 毕竟 他还没吃过午饭 怎么了 给我呀 见苏沐雪没有把餐盒定过来 我便要伸手去拿 这个动作 引起了苏沐雪的警觉 不便 处心语 有问题 他的美眸直勾勾地盯着我的桶桶 这午饭口盯有问题 对不对 别胡说 能有什么问题 说着 我的语气富有得弱了几次 如此一来 苏沐雪更加肯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有没有问题 我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说着 不带我阻拦 苏沐雪就打开了餐盒盖子 一个新型的荷包蛋 赫然映入眼眠 荷包蛋下 还有着热气腾腾的饭菜 不同于饭菜的温暖 苏沐雪只感觉 后背正在泛起一股尴尬万分的 我也尴尬地转头看着窗外 也不知过了多久 苏沐雪不嫌不淡的声音 悠悠传来 爷爷要求你做到 他为什么总能整出这么尴尬的包 他要不整这些 他就不是他了 说的也是 只有在吐槽苏青松这个老龙同时 夫妻二人才会难得的口径离止 我催促道 你赶紧把饭菜给我吧 待会凉了就不好吃了 苏沐雪没有回话 趁着我的目光 依然在看向窗外 他悄咪咪地拿起勺子 咬了一小块荷包蛋 送入嘴中 嗯 手艺还不错 听到咀嚼声 看来他还没有吃不午饭 我不想揭穿苏沐雪 也不打算回头看他 就这样 车内陷入了微妙的沉默之中 迟到 哥 苏沐雪不由地面露惊慌 显然 美女总裁显然也被自己的这一声表格给吓到了 我努力抿着嘴唇 强忍笑语 可宽厚的肩膀 还是忍不住颤抖起来 苏沐雪也察觉到了这一情况 翘脸上多了几分尴尬之色 他摆出平日在公司的那副冰冷 笑什么笑 很好笑吗 苏小姐 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无论遇到多好笑的情况 都不会笑 犹豫再三 我还是决定不玩梗 我只是在高兴 我的手艺能得到苏小姐的认可 哼 花言巧语 苏沐雪将扫荡一空的餐盒 交还给我 不过 还是谢谢你 我离开停车场后 便给苏青松打了个电话 询问她的位置 轻雨啊 不用担心我 我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你放心 青州已过万重山 我去 这老头子玩起梗来 还一套一套的 苏沐雪回到公司 此刻正在纠结一件事情 今晚 自己到底要不要去王一南吃饭 去 总是吃家里厨师的饭菜 也会吃腻的吧 不去 那就只能免为其难的 回到那个所谓的新家 和那个与自己毫无感情的名义丈夫 一起吃他亲手做的晚饭 嗯 虽然有些难以接受 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 不行 绝对不行 这样一来 不就显得我 好像很想吃他做的饭吗 太掉价了 我可是堂堂的天云集团一把手 苏家千金 怎么能做这么没面子的事情 下定决心的苏沐雪 拿起手机 向我发了一条信息 我回到家不一会 就收到苏沐雪的消息 今晚我不加班 会回家吃饭 看到这消息 我嘴角微扬 当他以这种略带傲娇的形式 认可自己的厨艺时 我还是蛮开心的 看来我得去多买点菜 今晚做多好 言语间 我拿起手机 飞快敲击键盘 好的 我会做好两人份的饭菜 苏沐雪盯着这条回复 陷入了思索中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自己的脑子 已经下定了决心 不回家吃饭 可是 身体打字时 还是不由自主地 打出了那样一条消息 凭心而论我所做的饭菜 相较于苏家的厨师 还是逊色许多 可是 他刚才在品尝时 心中却不会觉得抗拒 思来想去 苏总裁只能给了自己 这样一个结论 苏沐雪 你真的是饿了 苏沐雪驱车回到小区 上楼 来到家门前 站在门口 他不由地深吸了一口气 不是 我紧张什么 我是回自己家的 又不是来做贼的 想到这里 他便掏出钥匙 房门打开的一瞬间 饭菜的香气 与锅产翻炒声同时传来 尽管他还不曾看到我的身影 但是那个男人身披围裙 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 却不自主地在他脑海中浮现出 苏沐雪忽然觉得 我这个人 或许并非什么十恶不赦之的 不对 不对 苏沐雪呀 一两顿饭就把你给收满了 你吃的这么差吗 这肯定是楚清宇的心机手动 为的就是拉近你和他距离 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血风 快 趁着现在还有机会 扭头就走 不要回头 不要让楚清宇的手段得逞 苏沐雪的脑子 一直在催促着他 可他的双脚 却好像沾上了强力胶式的 一动不动 苏小姐 你回来了 我端着一盘菜 从厨房走了出来 正好 菜刚烧好 来洗手吃饭吧 苏沐雪微微一笑 好的 楚先生 我帮苏沐雪盛好了一碗饭 放到桌上 也不知道你饭量多大 不够我再帮你盛 谢谢 道谢之余 苏沐雪不忘敢去倒 楚先生这么持家 也不知道是哪个女孩子调教出来的 我也被他逗弄了 苏小姐 我真没谈过恋爱 倒是苏小姐 长得这漂亮 收入也不错 为什么会选择和我相亲 乃至少婚呢 听到我的反问 苏沐雪来了兴致 她打算大胆挑逗一下我 顺带试探试探我 为什么 我要是说 我们在饭桌前面对我 此刻 苏沐雪美艳动人的俏脸上 笑意盈盈 美眸中秋波流转 注视着我的眼睛 同时 在桌面下 苏沐雪穿着高跟鞋的纤细美足 轻轻抵在了我的小腿上 我对楚先生一见钟情 楚先生会作何反应 此情此景 令我神色恍惚 对于我这种母胎单身的男生来说 面对苏沐雪这样的大美女 在如此暧昧的场景下 若说毫无心动 那是骗人的 可是 苏小姐说笑了 我不觉得我有这样的魅力 能让你一见钟情 说着 我将自己的小腿收了收 与苏沐雪的狱卒拉开距离 苏沐雪不免有些惊讶 她对自己的美貌 还是相当有自信 可不曾想 我竟然直接躲开了 怎么 楚先生很讨厌我吗 倒不是讨厌 只是觉得 苏小姐用一见钟情之类的说辞 来回避我刚才的提问 让我觉得可信度很低 苏沐雪眼嘴倾笑 那楚先生 当时一见到我 就提出赏婚 真的只是因为家里人 催婚催得急吗 嗨嗨 吃饭 吃饭 光顾着聊天了 待会菜都凉了 好啊 这回轮到你逃避问题 苏沐雪喜笑颜开 连忙追问下去 我自然是熬不住 她的软膜硬炮 只好道出事情 我不否认 也有看脸的因素 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说着 我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不过 我可以向苏小姐保证 我不会对你做任何非分之举 苏沐雪乐 哪个坏人会说 自己想做坏事呢 见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她又对这个直男 起了挑逗之意 楚先生 那如果说 我对你有了些非分之举 你该怎么办呢 我也笑了一下 学着苏沐雪的玩笑语气 还能怎么办 愿命呗 全当自己遇人不输 苏沐雪忍俊不惊 笑了好一会 刚要开口说些什么 我的手机忽然响了 二人都看向手机屏幕 发现来电子的对付是老妈 与此同时 我也做出了一个虚声的动作 是以苏沐雪安静下来 我妈打电话过来了 我先接一下 苏沐雪点点头 喂 妈 吃饭了吗 吃不下 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 从话筒中传出 因为屋内很安静 即使没有开扬声器 苏沐雪也能听到对方的声音 怎么了 老爸他又惹你生气了 你爸倒是没有惹我生气 刘英没有继续往下说 但言外之意很明显 惹他生气的 不是丈夫 那是儿子 楚清雨 周末我回去看你还不行吗 你一个人回来 有什么意思 刘英此言一出 苏沐雪的美眸顿时眯了一下 难道楚清雨和他家人透露过 我们二人结婚的事情吗 哎呀 妈 你别催了 我会尽快找个女朋友的 尽快 那是多快呀 我托人介绍了个女孩子 你正好周末回来像个亲 像个亲 刘英柔和的声音 仿佛一声泡响 在苏沐雪耳边风雨 他楚清雨 就算心怀不古 就算目的险恶 就算有一万种不好 此时此刻 直至离婚之前 他都是我名义上的丈夫 是我的男人 相亲 他向一个试试 母亲此言一出 我便感觉到情况不妙 我刚想抬头看向苏沐雪 便听到一声沉闷的敲桌声传来 我的目光 对上了苏沐雪冰冷的眼神 苏沐雪没有说话 但是冷落寒霜的神色间 如不再向我透露这样一个意思 你敢去向一个试试看 我感觉 自己真是有苦说不出 什么声音 话筒中传来了 流音疑惑的问话声 我不小心弄掉东西了 妈 相亲就你了 我 我有喜欢的女孩子了 等我追到她就带回家 我此言一出 苏沐雪脸上的冰霜 顿时消退了 嘴角甚至出现一丝笑语 这并非什么欣喜的笑语 而是嘲笑 苏沐雪当然知道 我并没有在追求什么女孩子 我之后打算带回家的 正是她 楚清宇是真傻还是假傻 她不会真觉得 我真会和她回家 见她父母吧 算了 反正用不了多久 我就能撕下她的假 然后和她离婚 到那时 她怎么向父母用 那全是她自己的事情 真的 我不信 电话那头的流音 分析得头头是道 你肯定对我催得急了 随口编个理由 来骗我 妈 这种事情 我有必要骗你吗 除非你发两张 那女孩子的照片过来 我看看 我再次看向苏沐雪 显然是想争得她的口 既然暂时还不愿见面 那拍个照片总是可以的吧 出乎我的预料 苏沐雪坚定地摇了摇头 否定了我的想法 我只好继续向母亲撒谎 妈 我也不能随便 偷拍人家女孩子 对不对 为了说服老妈 听了 妈 我长这么大 头一次 这么喜欢一个女孩子 你就让我按自己的想法 去做一回吧 这 妈 我跟你明说了 我非她不娶 不吃 竭力忍耐的的苏沐雪 最终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来 尽管她第一时间 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可另一头的流音 还是听到了这一声笑 她清楚地听出 这是女孩子的笑声 声音明显温柔了起来 谁在笑啊 轻语 老实交代 大晚上的 到底是和谁在一起啊 我和 看着神态窘迫的我 苏沐雪忽然心生一计 一个可以在将来 让我更加无地自容的计则 我刚要继续说些什么 便看到苏沐雪向我招招手 示意她把电话交过去 苏沐雪接过电话 阿姨 你好吗 你好啊 姑娘 阿姨该怎么称呼你 我叫苏沐雪 是轻语的老婆 您的儿媳啊 苏沐雪此言一出 不仅电话那头的流音沉默了 就连我也陷入了沉默之中 苏小姐 你闹着玩了 明明刚才还什么都不许我声张 明了 你自己抱了个猛票 电课的沉默之后 刘英发出了一阵隐语笑 我说呢 这臭小子今晚怎么奇奇怪怪的 原来是交女朋友了 他倒并没有把苏沐雪口中的老婆一称当真 苏沐雪一手执在桌子上 称着翘脸 用一种忧愿的语调说道 阿姨说的对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肯能说 或许是看不上我吧 我的双眼瞪得更大 怎么还倒打一耙的 我为什么不肯说 你心里没得说吗 听到儿子的女朋友这么说 刘英自然是要给儿子找的 沐雪啊 青语这个人 和你在一起之前 没谈过恋爱 但是很多时候 他会老老实实 把心里话说出来 就比如他刚才那些话 我相信他不是在开玩笑 苏沐雪一脸坏笑 看向我 青语 阿姨说的是真的吗 苏沐雪 你用了一条好歹读的计词 我显然很无语 只好不嫌不淡地恩了一声 什么叫恩啊 臭小子 会不会说话 被母亲连连催促的我 只好高声道 我这辈子非他不娶 他是谁啊 人家沐雪没有名字吗 我楚青语这辈子 非苏沐雪不娶 这还差不多 沐雪 你都听到了吗 苏沐雪的笑脸 都快绷不住了 我听到了 阿姨 听到就好 有空啊 就和青语一起 过来看看阿姨啊 好的 阿姨 我最近工作比较忙 等闲下来了 再和青语一起回去看你 行 不着急 你先忙你的工作 我的眼睛瞪得更大 妈 不带你这么双标的 我之前不回去 你可是一直在批评我的 臭小子 你别插嘴 我和沐雪说话 苏沐雪一脸得意地看向我 仿佛在炫耀着自己的得宠 刘英和苏沐雪又聊了一阵子 才依依不舍地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前 还不忘炫儿子两句 臭小子 你好好对人家供雪 要是让我知道你不老实 我拿鸡毛胆子抽你 随着电话挂断 苏沐雪再也克制不住笑意 不按大笑起来 笑够了没有 我忍不住吐槽他 苏小姐 我看你平时 也挺正经的一个人 怎么整起人来 这么狠呢 可能是因为 楚先生太宠我了 被偏爱了 总是有恃无恐吧 让我忍不住捉弄几下 毕竟楚先生 苏沐雪学着我刚才说话的武器 非我不娶啊 我 我去洗碗 不想继续被苏沐雪言语拷打动 开始收拾起了网筷 苏沐雪却还想继续逗我 楚先生啊 正所谓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既然你说了非我不娶这样的誓言 余生可得履行下去 我哭笑不得 只好开始还击 只怕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了 我非苏小姐不娶 苏小姐可会非我不嫁 苏沐雪本不想回应 我的这个问题 可转念一想 若是不回应 岂不是显得落了下风 好胜心极强的苏总裁 哪能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 于是他被昂起小脑袋 我当然会 当然会什么 会 非楚先生不嫁 你刚吃完饭 怎么声音还这么小啊 还有 楚先生 具体是哪位啊 受不住言语拷打的苏沐雪 也拔高了音调 我苏沐雪此生 非楚清语不嫁 说吧 他便红着小脸 低下了头 我笑问道 现在知道 捉弄人的滋味不好受吧 嗯 知道了 下次我会注意的 苏沐雪今晚心情不错 他打算好好泡个脏 所以 待我洗漱完毕 回到自己房间后 他便美滋滋的 开始享受起泡澡时光 苏沐雪泡在浴缸中 不时眯起眼睛 思考着我今天的种种举动 看来短时间内 我不能再用钱来 幼时楚清语暴露真面目 那或许 可以换个方式 苏沐雪低下头 目光扫过自己光滑细腻的血泪伸去 浸泡在浴缸内的热水中 诱人的身体轮廓 若隐若现 尤其胸前的傲人之物 即使是女孩子见到 也不经未知惊叹 晚上 我在自己卧室处理网店订单 传来了苏沐雪的呼唤声 清语能帮我个忙吗 怎么了吗 我当即走出了房间 而后便看到了颇为暧昧的场景 施发披肩 围着浴巾粗胸半落的苏沐雪 正站在虚眼的浴室门后 看头看着我 你能帮我拿一靠睡衣过来吗 我本来想围上浴巾自己去买的 可是 这条浴巾实在太短了 我不好意思穿着它走出浴室 好的 我这就去帮你拿 我快步走向苏沐雪的房间 根本不敢回头看向浴室门 浴巾太短了 到底有多短 围在苏沐雪身上 又是何等的景色 我根本不敢继续想下去 我当然知道 苏沐雪的身材很好 但苏小姐和我 只是名义夫妻 不能有非分的面相 可刚才的那一幕 与我而言冲击性实在太过强烈 怀着忐忑的心情 我第一次走进苏沐雪的房间 没有发现备用的睡衣 沐雪 你的睡衣 收在哪个衣柜里 我也记不清了 你挨个看看吧 我只好挨个查看 自然不可避免的 看到一些令我托感尴尬的衣物 赶紧把不相关的衣柜门都关上 最终 我看到一套配有可爱图案的粉色睡衣 这风格 和他平日里的郁姐法 真是一点地步搭边 难怪会被塞进衣柜里吃荤 苏沐雪轻柔的声音再次传 找到了吗 轻女 找到了 我这就拿出来给你 我来到浴室门前 诺 给你 直至将睡衣递给苏沐雪的那一刻 我都不好意思再看一下 尤其是他那透着熏红的动人脸庞 圆润光滑的香肩 几乎刻进了我的脑子里 再这么看下去 我真的会出想念片的 原本苏沐雪看到我这副目光 多闪得不一样 心中还暗暗的 兮兮 色胆包天的家伙 终于快要忍不住 想入出马脚了吧 可是 当他看到我递过来的粉色睡衣时 心中也不免大土不水 不是吧 真的假的 我那么多套睡衣 你怎么偏偏选中了这套 我还想着弄些成熟欲姐的性感小把戏 套路一下你呢 你给我这么一套睡衣 我这套路不好展开啊 当着我的面 苏沐雪也不方便将心中的不满表现出来 他只好接过睡衣 娇声道 谢谢你了 轻女 嗯 不客气 突然 苏沐雪狡黠一笑 轻女 你怎么一直偏着头 不敢看我吗 苏小姐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我只好装出一副从容的语气 我要是一直盯着你看 你心里恐怕会很不舒服 会吗 我觉得不会啊 你好歹是我名义上的老公 看我两眼能怎么样 我也算是听出来了 苏沐雪这是又在除年晚餐时的整人把戏 你赶紧把睡衣换上来 我先回房间休息 说是回房休息 可真正回到房间后 我根本无法进行入宿 我满脑子 都是苏沐雪围上浴巾 露出光洁浑原大腿的场景 不是 有毒吧 我今天怎么了 我门亲自问 以前也见过不少漂亮的女生 可还从没有一个女生能像苏沐雪这样 为我出现这种浮想年偏的状态 另一头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很早之前她就在自己的房间里 装上了一个摄像头 用来记录自己的生活状态 苏沐雪躺在床上 拿着平板查看自己房间的摄像头回房 这个楚清雨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老实 她本以为我会趁她不在 对她的衣物做些变态之举 楚清雨 你就不能做点坏事吗 一记不成的苏沐雪 郁闷地将平板电脑放到床后柜上 不过 逢楚清雨的一些反应来看 今晚的试探也不能算完全失败 她肯定是对我有点想法的 我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切入点 把她内心的欲望全部勾出来 一条新的计策 在苏沐雪脑海中缓缓形成 一日清晨 早啊 清雨 早上好 沐雪 我只向餐桌 我做了些早餐 你要不要吃点 苏沐雪一笑 点点头 坐到餐桌前 吃早餐的过程中 她不时扫视我的帅气领 哎呀 清雨 你好像精神不太好 昨晚没睡好吗 嗯 睡得比较晚 为什么 网店的工作太忙了吗 不是因为这个 是 是因为你 我自然不好意思 将这种话说出口 苏沐雪却仿佛猜到了什么 效益更浓 是因为什么 见此行刑 我决定岔开这个话题 别光聊我的事情了 话说 我只知道你在天云集团上班 你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主动岔开话题 苏沐雪笑得更厉害 看来我昨晚的计策 也不算是失败吗 她也不打算让我太过干大 我平时在公司里 主要处理一些文件相关的事 看来苏小姐做的 是行政文员之类的工作 她之前骗我说 朱秘书是她的上司 苏沐雪急忙点点头 我听朱秘书说 天云集团的现任总裁 是个女强人吗 听说 我也来了兴致 你在天云集团上班好几年了 没见过现任总裁吗 苏沐雪邪魅一笑 现任总裁是个很神秘的人 官网上甚至都没有她的资料 怪不得 想必这天云集团的现任总裁 是位很低调的中年妇女 别噎着 喝点牛奶 我给苏沐雪倒了一杯牛奶 却见她直勾勾地看着我 你刚才说什么 别噎着 上一句 想必这天云集团的现任总裁 还不等我说完 苏沐雪并不别 你为什么会觉得 她一定是个中年妇女了 那不是肯定的吗 我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你想啊 一般三十来岁 才可能混到中层官吕的位置 我估计这位女总裁 起码四十岁起步 我滔滔不绝地分析 突然一顿 沐雪 你踩到我脚了 有点疼 苏沐雪不嫌不淡地硬了一声 然后收回了脚 我吃饱了 先去上班了 你中午回来吃饭吗 或者需要我给你带饭吗 不吃 好吧 我能感觉到 苏沐雪的态度 似乎突然间发生了变化 看着她快步出门的身影 不由得心底感慨一分 这天云集团的工作 收入虽高 可也确实是忙得离谱 连公司的行政文员 都不能好好吃个饭 另一边 一个气质极佳的女人 坐在办公室内 尽管后天才是相亲的日子 可以想到相亲的对象是我 她的心情便难以平静 我这个不善打理形象 甚至有些沉默寡人的普通男生 却轻而易举地 占据了她中学时代的上午思绪 只可惜 直到毕业的那一天 她都没有勇气 向对方袒露自己的心意 这也成了莫雨林心中 一直挥之不去的遗憾 几天前 身为职业红娘的孙青 忽然向她询问了一名男生的情况 雨林 令她此生难忘的地方 她强忍着自己内心的激动 轻轻能不能安排我跟她相亲 好啊 你不是说你不相亲吗 我之前还向跟你见 我懂啊 莫雨林没有回避孙青 一位深长的目光 而是勇敢地点点头 多年来 她头一次坦率的点头成人 是的 我喜欢她 我喜欢楚清语 没问题 我一定帮你安排妥的 孙青第一时间 给我的母亲回了电话 忽然 孙青敲门而入 打破了她的幻想 楚清语她 有女朋友了 好像是最近几天刚刚认识的 两人算是一见钟情 这样啊 我明白了 放下手机后 莫雨林又拿出了我的资料 仔细浏览 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她心中萌生 她要辞职 去明江市见一见我 还有我的这位女朋友 她要看看 究竟是什么样的女生 能让我如此动心 乃至一见钟情 天云集团 总裁办公室 苏木雪面色冰冷地坐在办公桌后 沉默不已 她今天的心情很糟糕 在她心中 我正在遭受千刀万果 楚清语这个混蛋 她明明知道 我就是天云集团的 现任总裁 还有在我面前 故意装成不知情的样子 故意讽刺我是40岁的老女人 我满打满算 也就26岁 她怎么敢呢 朱秋月轻轻地敲门声 打断了苏木雪心中的行刑过程 进来 苏总 午休时间到了 您还有什么额外的安排呢 她和苏木雪如影嘴血 吃饭也是如此 只不过自从我送过饭 她就自觉自己吃了 没有了 我和你一起去吃午饭 朱秋月有点猛 那楚先生怎么办 关她什么事情 她不是会给您送午餐吗 而且您也喜欢吃她做 谁跟你说我喜欢 朱秋月算是看出来了 苏木雪这是闹脾气了 说来也有意思 她当苏木雪的秘书好几年了 很少见到她这副目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 楚先生还真是个能人 餐厅内 苏木雪坐在餐桌前 手中的刀叉对着面前的牛排 一阵比划 迟迟不肯吓死 仿佛要将这牛排 当做我千刀万剐 才能大修 坐在桌对面的朱秘书 则是冷汗直流 时间一晃 来到了周六 一大早 苏木雪便因加班而出门了 一句话有得要想 苏小姐真够忙啊 也不知道今晚 她回不回来吃饭 吃过早餐后 我看了一遍冰箱 打算去一趟菜市场 我刚一走出小区 一名中年妇女便迎上前来 她是苏木雪的厨娘 见她最近不去吃饭了 担心她吃不好 小伙子 你是木雪她老公吗 请问你是 我是宣明居的服务员 你可以叫我王妮 你们家木雪 经常上我们那里吃东西 我悄悄跟你说 要多照顾一下 她的饮食口味 此时刚买完菜的我 突然听到到手机 响起了提示音 发现竟然是一位老公 却发来的Q费消息 在吗 墨雨林 怎么会突然联系我 有什么事情吗 酒店内 刚来到江明市的墨雨林 陷入了深深的懊悔中 呜呜 我是傻子吧 万一她回忆局不在 我怎么办 果然 在吗 起手 必是小丑 正当墨雨林在犹豫 要不要撤回这条消息时 我的回复已经发了过来 有什么事情吗 这条平平淡淡的回复 却令墨雨林如怒春风 一瞬间 她仿佛回到了当年 怀着忐忑心情 向我请教西梯解法的时光 我最近休假 来明江市女儿 听说你在这边工作 能不能抽空句一句 能是能 不过我不确定哪天有空 我会这么说 是因为爷爷和苏木雪 难道是谈女朋友了 要经常陪她 不是女朋友 是老婆 当然 我不可能把这内心话发出去 便只能回复 是的 含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看着我发来的消息 墨雨林忍不住复述了一点 每念一个字 她便感觉到 自己的内心 更加刺痛了几分 她故作镇定 那正好啊 也带上你女朋友一起 让我也开开意 明天正好是周日 要是你们有空 咱们就正好聚一聚 可以 我没有再回复 墨雨林便一直盯着手机屏幕 来回滑动上面的对方 时不时的 她会点开我QQ空间 查看我几年前的说手 半练者的窥视 总是景小慎文 回到家 我打算做几道苏木雪 喜欢吃的菜 还给她发了信息 今晚回家吃饭 也一直在外面吃了 天云集团总裁办公室 苏木雪看着我发来的消息 心中顿时有些处理 上一个和她说这种话的人 还是爷爷苏青松 什么嘛 就算你不发消息 我今晚也是要回家吃饭的 结果你这么一发消息 不就显得我是听了你的话 才回家吃饭的 我堂堂天云集团的女总裁 被你这么牵着鼻子走 岂不是很没面子 心中吐槽一番后 苏木雪飞速敲下键盘 发送消息 我会回去吃饭的 苏木雪这可不是口闲体正直 今晚她本就打算回家吃饭 刺激开展她的新计划 不过楚青宇之前 故意气我的事情 还没完呢 等揭露她的丑陋面目后 一定要好好收拾她一顿 和此前一样 苏木雪回到家里时 我也正好将饭菜做好了 见状她不禁试探了你 青宇 每次我回到家 你都正好做完饭 是不是提前计划好的呀 那肯定啊 我的语气中带着小小的自责 好啊 狼子野心的楚青宇 终于肯承认了 可我接下来的话 却让她感觉自己 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不然做太早 饭菜都凉了 太晚的话 你也得挨论 我又不是小孩子 苏木雪不服气的撇撇子 哪怕是小孩子 饿了都会自己炒吃的 苏木雪坐了下来 随即便发现了新情况 桌子上的这些菜 都是自己喜欢吃的 于是胡一顿起 楚青宇 好你个心机男啊 原来在这等着我呢 终于还是忍不住 露出鸡脚了 她不动声色地看向我 微笑着问道 青宇今晚的饭菜 好像和之前很不一样呢 你换口味了 我今天在小区门口 碰到了明轩区的王仪 和她聊了一会儿 我不嫌不淡的一句话 却在苏木雪心中 掀起了惊涛骇浪 王仪他们的身份 没有几个人知道 楚青宇怎么会 我懂了 她这是打算摊牌了呀 楚青宇啊 楚青宇 这才几天时间了 你的耐心未免也太差了 我之前还真是高估你了 既然如此 我就陪你好好聊聊吧 是吗 王仪和你说了什么呀 见苏木雪如此好奇 我干脆完整地复述了一遍 白天偶遇王仪的经过 苏木雪反而有些毛了 不对啊 这句本不对啊 不应该是心机难楚青宇 假装偶遇王仪 明知顾问 谈听我的饮食喜好吗 怎么我听着 好像是王仪上赶着 给楚青宇出谋话策 不对 不能听信楚青宇的一面之词 苏木雪不动声色地掏出手机 在桌子底下忙打 给王仪发去了询问信息 王仪 你今天主动去找楚青宇谈话吗 是的呀 小姐 你一直不来明轩去吃饭 我们都很担心您 所以找上了姑爷 我说了 不要叫她姑爷 之后再接触楚青宇 必须先和我汇报 她本以为 终于抓住了我的小辫子 结果竟是乌龙异常 不过没关系 好戏还在后头 苏木雪嘻嘻一笑 青宇 由于上次加班 朱秘书给了我一份 为外的报酬 她之前忽悠我说朱秘书 是她的上司 什么报酬 一瓶红酒 楚青宇受性的一面 将无法继续掩藏下去 今晚 就是你身败名列的开始 高脚杯洗好了 来 青宇 我给你倒一杯酒 夫妻二人碰杯 各自抿下一口 公筹交错间 两人便将整瓶红酒 喝得见了你 苏木雪透过高脚杯 观察着我的状态 青宇 你的酒量不错啊 以前经常喝酒吗 读大学那会和聚餐会 喝点酒 红酒很少喝 感觉 我松了松林口 挺上头的 有点热 看来药效开始发作了 只可惜这瓶已经喝光了 既然你喜欢喝 我再去开一瓶 说着 苏木雪便装作要站起身来 可还不等他起身到一半 便又坐回了女子上 他竭力表演出一副 不胜酒力的能量 等等 我休息一下 再去拿 喝得有点多了 我见状连忙劝道 你都喝醉了 不用再拿了 过段时间我们再喝吧 不 我要喝 我还能喝 我哭笑不得 要不这样 你先坐在椅子上休息 我收拾一下餐桌 行吗 苏木雪则装作迷迷糊糊的样子 行 你收拾吧 等我将一切收拾完毕 发现苏木雪已经昏睡在了眼上 或许是因为燥热 他甚至还把衣服领口的扣子 解开了一个 雪白诱人的沟壑 若隐若现的黑色胸衣蕾丝边 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眼睛 不要往那个方向去看 以免今晚又睡不好觉 我越发感到身体燥热难耐 拉着自己的衣服领口 不断地给自己扇风 这是什么牌子的红酒啊 也就半瓶而已 后劲这么大 以前喝得很久 都没这么离谱啊 另一边 装作昏睡的苏木雪 见我迟迟没有动作 便打算再进一步 她装着迷迷糊糊的声音 低声呼唤 轻易 我不得不看下她 这是我头一次 听到苏木雪 用这种撒娇般的语调 跟我说话 怎么了 木雪 我要洗澡 我顿时嘴角一抽 不知该如何回答 苏奶奶 你现在这状态 怎么洗澡啊 思索片刻后 我只好劝阻 你刚喝完酒 不适合洗热水澡 那就洗冷水澡 今晚的气温有点低 你可能会冻感冒的 我不管 我不管 我要洗 我忍郡不惊 怎么跟个小孩子似的 要不这样吧 你简单洗个脚和脸 等酒醒吧 再洗澡也行 也可以 苏木雪一口答应下来 然后起身 亮亮呛呛地走到我面前 星宇 你扶我一下 行吧 我伸出一只手臂 绕过苏木雪后背 轻轻扶住她纤细的腰身 苏木雪身上淡淡的体香 吸入我的鼻中 令我脑海为之遗产 更要命的是 我扶住苏木雪的一瞬间 她的整个胶区 便彻底靠在了我身上 柔软的女子躯体触感 令我心中更感燥热 我不禁暗暗叫苦 不能喝就别喝呀 看来我今晚又要睡不好觉了 我赶紧扶你去浴室吧 苏木雪交声回应 这轻轻的一声回应 却让我如遭电击 整个人都变了状态 赶紧帮她弄完 再这样下去 怕是要出事 我将苏木雪扶进了浴室 同时拿了个小板凳让她坐下 坐在小板凳上的苏木雪 扭动着上半身 星雨 我们虽然是夫妻 但我还是躲一回 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你 好了 洗完脚了 不等苏木雪继续把话说下去 我便关掉了淋浴头 难得有机会 能把我逼到这般境地 苏木雪显然意犹未及 我还没洗脸呢 文言 我便拿来一条毛巾 轻轻的替她擦拭脸庞 这是我头一次 如此近距离的观察苏木雪的柔美脸庞 羞眉如带 浩尺明眸 点将猪唇 粉塞雪肤 活脱脱话里走出来的绝世美年 苏木雪发现到了我的注视 藏不住了吧 狐狸尾巴终于藏不住了吧 星雨 我漂亮吗 嗯 很漂亮 我下意识地说出了星雨话 我从来没见过 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 一瞬间 苏木雪忽然觉得 有什么东西击中了自己的心脏 仿佛面前的我不再是什么包藏色星的坏蛋 而是实实在在 宠溺着妻子的好账目 不对 不对 幻觉 一定是我出了幻觉 苏木雪啊 苏木雪 你可不能被楚清雨这种人 这么两句油腻的土味情话 就给蒙蔽了双眼 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啊 快点 继续聊她 把她的寿星彻底激发出来 然后摧毁她的作案工具 彻底结束这强闹剧 有嘴滑舌的楚清雨 苏木雪娇媚的声音 透着骨条情的味道 我真的挺担心 自己会对这个醉酒的女孩 做出什么非分之举来 为了让对方清醒你 我稍微加大了 手上擦脸的力度 清雨别太用力 好疼 我感觉自己 真的是有苦难言 越做越糟糕 行 脸也洗得差不多了 你该回房间休息了 好 你抱我回去吧 说着 苏木雪向我展开了双臂 开玩笑 肯定不能抱你回去啊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 整个人处于什么状态啊 我尽可能以冷静的语气 我去给你拿双拖鞋 好 你要快点回来啊 不多时 我便带着一双拖鞋 走回了浴室 来 木雪 穿上吧 穿好了 我扶你回房间休息 我不敢继续当个下去 我能感觉到 自己真的快要控制不住自己 可即便如此 我在扶她回房间的过程中 还是能直接感受到 自己这位醉酒供人的妻子 一点都不安静 尤其她的一只小手 一直在我的腹肌上 来回摸索 隔着衣服布料 我也能感受到 苏木雪先手的细滑柔软 呼 总算是到房间了 走进她房间后 我立即将她按坐在了床边 好了 好了 木雪 不要再摸我了 你该睡觉了 嗯 我不要这样睡 我哭笑不得 那你想怎么睡 睡地板吗 我要换上睡裙再睡 闻言 我心中顿身不好的预感 轻语 你去帮我拿一条睡裙好吗 再 再 苏木雪装作意识不清醒的样子 回忆了一步 才指向一个衣柜 在那个柜子 我点点头 但为防止那种糟糕的情况出现 我打了一剂玉防针 我可以帮你拿 但你必须自己穿上 否则我不帮你拿 呜 好吧 我随手取了一条白色睡裙出来 打眼一看 我才发现 这竟然还是条吊弹睡裙 领口很低 裙摆是蕾丝包边的 我脑海中 情不自禁地浮现出 苏木雪穿上她的画面 不行 不行 不能乱想 轻语 还没找到合适的吗 找到了 给 你拿好 自己换上 我先出去洗个冷水澡 我刚一转身 想要逃离苏木雪的房间 她却再次伸出新手 拉住了我的大手 我说过了 我不会帮你换睡裙的 说着 我便想要挣脱苏木雪的手 可我却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挣脱不开 不是 她这软软的小手 这么有力气的吗 搁醉酒的女人 真是太可怕了 苏木雪练习过多年的跆拳道 我没有一定技巧 自然是甩不开她的手 此时此刻 苏木雪的计划 正推进到最关键的时刻 她当然不会让我轻易逃脱 轻与她装出一副 委屈巴巴的语气 你是嫌弃我的身材太难看吗 我心想 你的身材要是难看的话 这世上就没人身材好看了 当然不是 你的身材很好 那你为什么还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我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快要消失的女性 稍稍恢复几分 木雪 我今天的身体状态很奇怪 脑子里 老师会对你冒出一些奇怪的念头 我要是在帮你脱衣服 换睡裙 我想我真的会控制不住自己 伤害了你 这怎么能叫伤害呢 我们是夫妻吗 如果你明天清醒过来后 还能说出这番话 我就同意你这句话 眼见死记不成 苏木雪便继续装着罪态 使出了激将法 楚清语 胆小鬼 我的理智 本就到了崩溃边缘 苏木雪的这句话 也确实是刺激到了我 我注视着苏木雪 对方妩媚动人的俏脸 透着熏红你对意 令我心动不如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说着 我忍不住俯下身子 在她额头上 亲了一口 这突如其来的亲吻 令苏木雪心下一击 她下意识地放开了我的手 方便我进行下一步动作 来了 来了 终于来了 楚清语 展露你的真面目吧 明年的今日 就是你的忌日 然而 出乎苏木雪预料的是 我竟然在她松手的瞬间 站直了身子 并向后连退紧 如此一来 她即便在伸手 无法够到我 她只好忧愿地看向我 清语 为什么不继续啊 脱身成功的我 当然不可能再继续 木雪 我觉得 像一个醉酒女孩下手的男人 才是真正的胆小鬼 苏木雪哼哼唧唧的 显然很不相信这个回答 心都轻了 居然还能说得这么大言不惨 清语 你好不要脸啊 老婆 我的这个称呼 让苏木雪交去一铲 你叫我什么 老婆呀 难道你不是吗 我清明 是因为我刚刚发现 我开始对你有好感了 苏木雪支支吾吾的 一时间 不知道如何活 她想到过 我寿星大发 只扑上来的场面 也想到过 我有心无胆 狼狈逃离的场面 唯独这突如其来的表白 让她措手不及 犹豫许久之后 她终于开口 我们只是形式夫妻 这可是你自己说过的 形式夫妻 也能变成真夫妻啊 再说了 你对我也有好感吧 否则 你为什么做刚才那些事情 不过 苏木雪不可能说出 自己的真实目 更让她难以启齿的事 有这么一瞬间 她真的觉得 我说对了 今晚就先说这么句吧 晚安 我走出苏木雪的房间 关上房门 没办法 再继续待下去的话 太考验我的自控努力 我知道 她当下是醉酒状态 明天醒过来后 很可能什么都不记得 不过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等她明天清醒过来 自己再和她表达一遍心意就好 二十多年来 我还是头一次 对女孩子萌生好感 话又说回来 我也不得不感慨 老婆撒娇的威力 还十分巨大 硬是洗了好几次冷水澡 才让自己彻底恢复了理智 我离开后 苏木雪便恢复了正常状态 隔着房门 她也能听到我几次进出浴室 洗冷水澡的声音 活该 谁让你装 嘴上虽然这么骂 苏木雪心中却在不曾地反思 楚清宇真的是在伪装吗 刚才装醉的过程中 她能明显感受到 我身体的事 尤其我看向她的目光 有着明显的欲望成分 可偏偏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 我的理性居然控住了局面 灵了还给她来了一波告白 更要命的是 苏木雪能清楚地感觉到 我的告白是来真的 她这人怎么这样啊 苏木雪很苦恼 楚清宇 你说你贪财也好 好色也罢 可偏偏两样都不占 居然是喜欢我 回想着我刚才告白的场景 苏木雪不禁双手无脸 好奇怪啊 我明明没喝醉 脸怎么这么烫啊 你说你喜欢我就喜欢呗 非得表什么胆啊 不可能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她这个人有什么好的 除了长得很帅 腹肌八块 衣品不错 鲜河体贴 厨艺不错 除开这一大堆 她也没什么优点 苏木雪啊 苏木雪 你可不能被她这些表面优点给迷惑 一定要再好好考察考察她 她肯定有我还没发现的优 发布缺点 心烦意乱的苏木雪 找来了平板电脑 她将我所有资料 全部掉了出来 她感觉自己越看越 难道说一直以来 我真的误解了楚清宇 她真的 这么快就喜欢上我了 好吧 这个大概率是真的 哎呀 不要再想这件事 苏木雪晃晃小脑袋 试图将这件事情 从脑海中甩出去 结果却是越晃越清晰 最终 放弃挣扎的苏木雪 干脆把平板电脑扔到一旁 她打算通过闭目养神的方式 恢复自己的冷静与判断力 还不等状态恢复 她又睁开眼睛 重新拿起平板 她打开了自己房间的监控 回放着此前我亲吻 告白的场景 一遍又一遍 一日清晨 老婆起床吃早餐了 我的敲门声唤醒了苏木雪 她也记不清 自己昨晚究竟是何时睡着的 只记得 自己睡着之前满脑子想的 都是有关我的事情 如今 我隔着房门的一声呼唤 又将她再次拉入了那种状态中 我怎么变成这样的了 苏木雪赶紧清醒过来 再这样下去 你会坏掉 老婆 你醒了吗 她好没脸没皮啊 明明前不久 她礼貌地叫我苏小姐或者木雪 现在居然一口一个老婆 叫得这么热气 醒了 醒了 不用叫那么多声 苏木雪本想说不用叫那么多声老婆 可话到嘴边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随便她叫吧 又不会掉块肉 苏木雪走出了房间 她身上穿着昨晚那条白色吊带睡裙 领口处露出一道雪白的沟口 极西的裙板下 光洁细腻的小腿 人是吸睛 尽管我已经从昨夜奇怪的状态中 恢复过来 可我的目光 还是不可避免的 停留在了苏木雪身上 没办法 老婆这么漂亮 自己想不看都难吧 苏木雪也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她顿时起了捉弄的念头 她装作不知情的模样 扯了扯自己的睡裙裙盘 星雨 我昨晚喝得太醉了 你就自作主张的 帮我换了睡裙 说着 苏木雪的目光中 透出几分不满 我笑着摇摇头 睡裙是你自己给自己换上的 当真 我不信 当真 不信没关系 我来帮老婆回忆回忆 说着 我掏出了手机 一段录音随即传出 来 木雪 穿上吧 那我给你穿上 行了吧 我懂了 肯定是在给我拿拖鞋的时候 她偷偷开了录音 楚清雨 跑你的心机呢 关掉 快关掉 苏木雪撬脸顿时战红 只能无脸低头 求你了 清雨 不要再拖下去 我都想起来了 听到老婆开口求自己 我便关掉了录音 真的都想起来了 嗯 想起来了 苏木雪都骂着 好baby啊 居然趁我喝醉 偷露我的丑态 这怎么能叫丑态呢 老婆撒娇的样子 多可爱啊 只可惜 我当时还要扶着你 不然我就直接录像 明明之前和阿姨打电话时 你还说偷拍女孩子 是件很不好的事情 这才几天 就暴露本性了 因为我喜欢老婆 所以想多记录记录 我们是夫妻 夫妻之间的形式标准 不同于普通 狡辩 苏木雪知道我说有道理 可以想到自己的丑态 被记录下来 她就很不说 她刚想继续开口反驳 我却先将了她一句 老婆 如果我录个音 也叫暴露本性的话 那你昨晚对我说的那些话 又算什么呢 算 算我喝醉酒后说的胡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 苏木雪顿了一下 还有你昨晚离开我房间前 说的那些话 我也不会放在心上的 我当然听得出来 苏木雪话中所指 但是 我有岂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 我昨晚说了什么 你不是有录音吗 自己听 我点点头 正好 我也想回忆一下 老婆撒娇的声音 打住 苏木雪连忙喊停 然后她才支支吾吾的开口 就是你说 对我有好感到之类的话 你是在开玩笑的 对吧 老婆为什么会觉得 我在开玩笑呢 毕竟我们认识才几天 你怎么会突然喜欢上我呢 因为 我昨晚突然发现 老婆对我撒娇的样子 非常可爱 让我很心动 苏木雪脸上的红韵 又浓郁了几分 能不能别总提这事 没办法 老婆昨晚的样子 实在太可爱 我很难忘啊 苏木雪微微眯起眼睛 她感觉今天的自己 一直在被我压着她 好气啊 这个楚清女 明明之前看作事情重归重局的 怎么告白之后 突然就变了个人似的 苏木雪打算找回点场子 便提起气势 照你这么说 以后别的女孩撒娇 你也会喜欢上她 我是结了婚的男人 不会给别的女孩子这种机会 再说了 有那个女孩子 能比我老婆漂亮吗 苏木雪愣住了 不是楚清女 你能不能别用这么真诚的语气 说着这种花言巧语啊 她感觉自己有点招架不住 为了避免露窃 苏木雪选择继续进攻 漂亮都是一时 我也会白发丛生 遍地都是比我漂亮的小姑娘 到那时 我们可就有了几十年相濡以沫 白手与共的身后清淡 至于那些小姑娘 除了漂亮脸蛋 还能有什么呢 相濡以沫 白手与共 确实是挺让人向往 不对 不对 就算要白手与共 对象也不该是楚清女 苏木雪总感觉 我随手的一个瓶 总是能对她打出暴击效果 好离谱啊 我才不信你的鬼话 你这个人色心不小 老婆 冤枉 我连连教区 我要是真的色胆高天 昨晚的事情 就不会是那样的 对吧 说得好听 你最后不还是亲了我一口 苏木雪此言一出 我的气势顿时弱了几分 这个嘛 确实 其实连我自己 都觉得此举有些上头 老婆 我也不知道 我当时怎么想的 反正 就是很想亲你一口 我的气势弱了下来 苏木雪开始了乘胜追击 你敢拍着胸图说 一点欲望的成分都没有 不敢 我承认得很干脆 还不等苏木雪开口 就话风一转 不过 我确实没做太过分的事情了 那倒没有 苏木雪也不得不承认 我亲她一口 说过天来 也算不上什么大事 毕竟 二人是实实在在 领政了的父亲 见她认同了自己的说法 我便打算放个话题 爸说 老婆 昨晚那瓶红酒是什么牌子 后劲也太大了吧 你别想扯开话题 苏木雪一眼看穿了我的套路 我还是觉得 你亲我那一下 让我有点不爽 听到老婆这么说 我自然也是老老实实道歉 道歉 老婆 我这辈子 头一次喜欢上一个女孩子 不太懂得把握分寸 嗯 就此结果吧 我的道歉 并没有让苏木雪的内心平静下来 反而更加乱糟糟 从昨晚开始 一直到现在 都是这样 好奇怪啊 我到底是怎么了 苏木雪抬眼看向我 二人恰好对视野 然后又各自低下头吃饭 美味的早餐 并没有消除掉苏木雪心中的糟乱感 好气啊 越想越气 不行 我一定要让楚清语 也吃吃这份梦头 她猛个站起身 我不禁疑惑地看向她 老婆 怎么了 张头老婆 闭口老婆的 我看你根本就没有反省 苏木雪绕过桌子 气呼呼地走到我面前 我 还不等我开口说些什么 苏木雪便一把抓住了五一 随后我便看到 老婆俯下身来 胸前雪白的沟壳 赫然展现在我面前 随之而来的 是我的额头 感受到了温润轻柔 细腻光滑的嘴唇触感 我顺时瞪大的眼睛 脸上一阵发烫 老 老婆 你这是 你必知道 环视比身后 苏木雪站直了身子 现在你懂吧 这种感觉有多糟心 糟心 那可一点都不糟心 我巴不得老婆多请自己几下 老婆 你亲的时间太短了 我还没懂 苏木雪被我气笑了 要不是怕爷爷生气 他真想让我体验一下自己的跆拳道 还时间太短 懒得理你 反击不成 苏木雪干脆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继续吃饭 我心里乐开了话 此刻 我几乎可以肯定 老婆肯定是对我也有好感的 否则他不可能愿意亲我一口 只不过他的傲娇属性太强 突然 我的手机弹出一条消息 是沐宇林发来的 问得怎么样 你和你女朋友今天下午有空吗 来博越咖啡馆来聚一聚 我这才想起来昨天答应他的事情 我便看向老婆 老婆你今天有痛吗 苏木雪目光顿路无疑之色 你又想干什么坏事 我一位老同学 最近到明江市旅游 他约我们聚一聚 苏木雪心中顿时几名大作 他神情顿时严肃起来 关于我的身份 你是怎么说的 说你是我女朋友 说完我直接将手机递了过去 苏木雪没有接我的手机 如果她真想查我的聊天记录 完全有更隐蔽的技术方法 当面查手机太掉价了 为了缓解气氛 苏木雪笑了笑 清语你在家里叫我 一口一个老婆 在外人面前怎么就不打了 嫌我拿不出手了 我怎么会嫌老婆你呢 主要是老婆你不同意 你叫我打酱油 我总不能买醋吧 少拼嘴 苏木雪指了指我的手机 你这个老同学 男的女的 女的 苏木雪细软的语调 拖得长长的 你学生时代的白月光 苏木雪的问题 纯粹是在调侃我 她当然知道 结婚前我一直是母胎单身状态 可是我接下来的这句话 却让她有些不淡定了 当然不是 不过老婆 你提到白月光这个词 我还真就想起一些事情 看着我欲言又止的容量 苏木雪的桃花眼中 瞬间闪过冰冷之色 她勉强堆砌着笑脸 什么事情呢 我也想了解一下 楚先生在校园时期的蒙古节座 那是一个下秋之交的晚上 我和她聊得很开心 顺带喝了点酒 她不太能喝 小半瓶就醉了 一直在向我撒娇 要我帮她洗脚 换睡去 好了好了 打住 不要继续说下去 随着我的叙述 苏木雪的白嫩粉塞上 也多了几亩红韵 她又不是傻子 当然听得出来 我所说的白月光到底是谁 为避免我说出更多虎狼之词 苏木雪将话题扯了回来 你那位老同学 叫什么名字啊 调戏老婆得逞 我也没有继续造词 莫语明 她只约了你一个老同学吗 应该不止我一个 不过 其他同学带不带家属 我就不清楚了 什么家属 是女朋友 女朋友的说法也不对 只是名义夫妻而已 不过 她也不想进一步更正 脸的面前 这个有嘴伐舌之人 又说些意外的话 明明挺帅的一个人 为什么长了一张嘴呢 既然如此的话 我就不去了 你和你的老同学们 好好聚一聚吧 好的 老婆 得到老婆的答复后 我便向莫语林 回了一条消息 我下午一个人过去 看到我发来的消息 莫语林心中顾免 有几分窃喜 她当然知道我有女朋友 可是上天垂帘 让她能和我单独相处一会 吃完早餐后 苏慕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突然间想起了 我提到的女同学名字 莫语林 我记得她的资料 朱秘书最近好像有更新 她拿出平板电脑 开始翻阅我的同学资料 莫语林 顶及期货交易员 上一身家 还是个小富婆呢 对于苏慕雪而言 上一身家也确实 只能算是小富婆 等等 她突然发现了一个 不对劲的地方 她干得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要辞职呢 辞职后 直接千里迢迢来 明江市呢 苏慕雪心中 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 她干脆直接将莫语林的资料 转发给朱秋月 朱秘书 彻查一下这个莫语林的情况 朱秋月效率还是很高的 但是一份相亲登记表格 让她大惊失色 后背直冒冷汗 我的天啊 这莫语林该不会是我 朱秋月简直不敢想象 平日变向冰山般的苏祖 在得知这些情况后 神情会有何等苦 楚先生 愿老总裁复人的在天之灵 能保佑你吗 苏慕雪看着朱秋月 汇总上来的资料 笑脸上的神情逐渐变得叮叮 转呼呼的小手 也不由得捏紧了拳头 好啊 楚清语 你管这叫同学聚会 你这明明是去见之前 未能谋面的相亲对象 还说什么喜欢 叫什么老婆 胡扯什么白月光 愤懑不已的苏慕雪 恨不得现在就夺门而出 把这些资料甩到我脸上 看我如何解释 不过 理智告诉她 现在绝不能这么闻 因为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可以让我身败名裂的机会 老婆 吓在此时 我的声音从房门外传来 我们约在了下午见面 我就先出门了 等我回来做饭 还回来做饭 你最好别回来了 苏慕雪并不能把这些愤怒的花 全部喊出来 只能阴阳怪气地说道 知道了 去见你的老相好吧 不用管我 老婆 你真会开玩笑 光听声音 我并没有察觉到自己老婆的阴影 我还以为和以前一样调侃一下 房间内 苏慕雪已经接近暴走状态 她抓起枕头 放在自己修长魂元的大嘴上 使劲吹打 开玩笑 到底是谁在开玩笑 楚清雨 你个臭男人 负心汉 物中的混蛋 我再怎么想对付你 都没考虑过用这种背叛方式 你可倒好 这结婚才几天了 这老婆才叫了几声了 这就不耐烦了 马上就另寻新欢了 在心中将我狠狠骂了一遍后 苏慕雪听到了屋外的关门声 还真是迫不及待 然后她便换了一身 便于打人的运动装束 全副武装 敲咪咪地跟了出去 苏慕雪打算去抓奸 到时候 她会把我和老乡好私会的场景 全部记录下来 之后 再将这些内容 全部交给爷爷 苏慕雪躲在小区绿化袋后方 直到我搭乘出租车离开后 她才摇来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司机是个女生 看上去很年轻 小姐姐 你好啊 您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单 请问您要去哪 苏慕雪则是语气冰冷 厚着一股神秘感 不去哪 你跟着前面那辆出租车就行了 不要跟太近 也不要跟丢了 文言 司机小姑娘眼中大放金光 这电影中的剧情 我从夜第一天就遇上了 这戴墨镜的小姐姐 她是做什么的呢 侦探 卧底 客工 好的 小姐姐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完成任务 对 我不该乱说话 不好意思 一路上 司机小姑娘强忍着内心的好奇 专心致志地跟着前面的出租车 最终 车子在博越咖啡馆停了下来 苏慕雪透过车窗 看着这家颇具情调的咖啡所 心中更加笃定了自己看 楚清雨一定是来撕会老乡好的 我看到咖啡馆的装修风格时 心中也有些奇怪 兴许是先在这里碰面 之后再去别的地方吧 走进咖啡馆后 我便看到墨雨林坐在一处靠窗的位置上 向我不断招手 清雨 这边 我在她对面的位置上坐下 与此同时 在咖啡馆内 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偷偷摸摸跟进来的苏慕雪也坐了下来 我倒要听听看 楚清雨要和她那老乡好的说些什么 我微笑着与面前这位老同学打招 老同学 好久不见了 墨雨林的一双漂亮毛子 从我出现的那一刻起 便紧紧盯着我 黑亮的眼瞳中满是惊喜的目光 好久不见 清雨 你便帅了很多呀 二人的交谈声传来 苏慕雪感觉心里酸酸的 哎呦为 还清雨呢 我都不一定回回这么叫她 而且 什么叫变帅呀 她本来就很帅 好吧 只可惜 是个花形大萝卜 谢谢夸奖 你的变化也很大 变漂亮吗 我的客套回应 倒是让墨雨林有些不好意思 你这话才是在夸奖吧 反倒是你 真的和以前相比 变化超级大 是你女朋友 把你给改造了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我笑着挠挠头 如果不是因为她 我也不会太在意这些东西 结婚后 我确实有意识地 维持自己的形象 另一头 苏慕雪轻咬着 搅拌咖啡的小石 心中大肚苦水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尤其是楚清雨这个新鸡男 我才不信你的鬼话 你肯定是为了见老相好 才特意打理形象 可转念一想 苏慕雪也觉得不对劲 自从我和她见面以来 她似乎一直挺注重形象的 难道 她真的是为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才不信这个花心大萝卜 能做出这种事情 看到我提醒女朋友 是嘴角的心 莫雨林心中 顿时感觉很不是自慰 如果当初我勇敢一点 现在那个 被她时刻挂念的女孩子 会不会是我呢 莫雨林提振起精神 调侃了我一句 清雨 你之前就和我说 你的女朋友很漂亮 她到底长什么样了 确实很漂亮 尤其是撒娇的时候 超级可爱 她心里还是忍不住 口袍出我 你在乱说什么 你到底在乱说什么呀 什么撒娇 什么超级可爱 这些话 是能对外人随便提的吗 还有 明明是你骗我说 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同学聚会 才不想来的 结果呢 周末下午 孤男寡女 在这么有情调的咖啡馆 你管这叫同学聚会 听到我这么说 莫雨林反对我女朋友的形象 更加好奇了 那你手机里 应该有与她的合照吧 能让我看看吗 这个嘛 手机里倒是没有 还没来得及拍 二人的结婚证上倒是有张 不过 我并不能将结婚合照示人 苏木雪嘟着嘴 心下抱怨 我俩来没来得及拍 你就不能偷拍吗 反正你都录了我撒娇的声音 就不能顺手拍几张照片吗 苏木雪有点后悔 之前没和我拍上几张日常合照 若是有几张合照 此刻的我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展示出来 然后对莫雨林说 这就是我漂亮而迷人的女部 老婆 在莫雨林面前 苏木雪可以让我破例直呼老婆一称 好打消对方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 莫雨林装作满不在意的样子 你们认识没多久 你却这么喜欢你女朋友 肯定是一见钟情吧 算不上一见钟情 但确实是很快就喜欢上她了 我不禁回想起昨晚 老婆醉酒后像自己撒娇的样子 我直言道 没办法 她实在太有魅力 苏木雪感觉到 自己的脸颊越来越烫 这咖啡馆老板怎么搞的 就不能把空调开大一点 还有这处清语 喊两句就得了 哪有你这样的 一直夸 一直夸 我不要面子了 听着我对女朋友 接二连三的沉赛 莫雨林心中越发酸楚 她甚至有些后悔 为什么自己非要发起这场聚会 思索再三后 莫雨林还是鼓起了勇气 清语 看你这陶醉的样子 肯定是你先向女朋友告白的吧 我大大方方的点头 是的 藏得够深了 表白成功后 连个动态都不发 我这个两年半的老同桌 都是昨天才听你提到的女朋友 我有点尴尬 表白是表白了 但若说成功 这还算不上吧 我只能大致肯定 老婆对自己也是有好感 我只好委婉地解释到 我和她的相处模式 不同于一般的情侣 一般的情侣 是从告白到恋爱在这里 而我和苏慕雪的路子 就比较远了 直接是从结婚开始的 现在还卡在告白阶段 至于何时 才能和老婆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我也说不准 苏慕雪心想 高中两年半同桌 外加初中同班 难怪对楚清语感情这么深了 红尾女人 只是一眼 她便能看出 莫语林眼中饱含的情侣 想到这里 苏慕雪心中又忍不住吐槽起来 楚清语 人家看你的眼神 都快拉色了 你还在这马卡巴卡吗 你是真不懂 还是装不懂啊 我看你这两天聊我的时候 洞察力不是挺领略的吗 赶紧点过她的想法 然后义正言辞地拒绝掉她 不对 我是来抓奸的 她要是拒绝了莫语林 我不就白跑一趟 白跑就白跑吧 苏慕雪宁可自己白跑一趟 也无法接受我与莫语林之间 有不清不楚的关系 听着我的这番解释 莫语林反而越发感到奇怪 这关系有点奇怪 作为金融行业的从业者 她吃过圈内许多瓜 尤其是钱色交易方面 此刻 莫语林第一时间 将我的恋情联想到了 这方面的事情上 当然 她还不敢百分百确定 于是她失态地问道 清语 你女朋友收入应该比你低吧 不 她收入比我高 昨晚我和老婆喝酒时 老婆提起过自己的工资 每个月大概比我高个几千块 而这一切 在莫语林看来 则是完全应验了 她心中的猜测 刚才为了顾及我的面子 才故意反得问 原来我是因为缺钱 选择成为了某个富婆的小男人 想到这里 莫语林不由地悲从心来 许多经典的故事桥段 在她脑海中 如走马灯般闪过 赌博的爸 生病的妈 上学的妹 破碎了她 等一下 不太符合 叔叔阿姨他们身体健康 也没什么不良嗜好 只有清语这个儿子 如此看来 只有破碎的她是切切实实的 不行 我不能这么做事 清语墨落下去 莫语林深吸了一口气 清语啊 怎么了 你最近是不是比较缺钱了 缺多少 你可以和我说 我能帮到你的 苏木雪面色冰冷 紧紧捏着小石的铁把 恨不得要把小石掰断食 她心中愤怨不已 莫语林 你胡乱猜什么呢 我苏木雪是那种 两小白脸的人吗 再说了 你什么眼神呢 楚清语她是快当小白脸的料吗 她除了长得帅 有腹肌 会做饭 好吧 就算是她适合 可她也不是那种人 莫语林 你想多了 她虽然收入比我高 但也高不到哪里去 在莫语林听来 我的这番解释 更像是掩饰 清语 你可能不知道 我现在的资产究竟有多少 我真的可以帮到你 相信我 我撇撇嘴 表情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我相信你 但是我真的不需要 我喜欢我女朋友 所以才和她在一起 仅此而已 莫语林笑问道 哪怕我给你一个亿 我无所谓地摊摊手 无论你有多少个亿 我还是刚才那番话 相比于棒妇婆 我更想回家多陪陪老婆 我拿起手机 我们聊了那么久 也不见其他同学 来参加聚会 看来你今天 只约了我出来 对吗 是的 莫语林聚起全身的勇气 把她藏在心底 多年的话 彻底说了出来 楚清语 我一直很喜欢你 特地来明江市 也是为了见你 这些恋爱 打住 我直接打断了莫语林的话 没有给她继续说下去的机会 莫语林不免 有些忧愿地看向我 清语 我好歹喜欢了你这么多年 就不能给我 我把话说完的机会 怎么复呢 说着 我便站起身来 如果我知道你此句的目的 我甚至不会过来 怎么 担心你女朋友知道 莫语林苦笑了一下 只要你我不说 她不会知道的 她知不知道 和我做没做 是两码事 更何况 她如果真知道了 心里肯定会很难受的 我深知 苏木雪平时看上去气势昂扬的 像只极具战斗力小野猫 实际内心相当傲娇和敏感 在我起身的同时 苏木雪也悄悄站了起来 往咖啡管外子 她觉得 自己已经不需要 再继续听下去 再听下去的话 她的脸会烫坏的 还有她的嘴角 也快要压不住 可即便如此 她还是在心里 继续傲娇的念念 储清语 少自恋了 我才不会为你这种人难受 我离开后 莫语林脸上最后的笑语 便再也无法维持 悲伤肆意地在她心中弥买 她不禁低下头来 挤下眨眼的功语 逗大的泪珠便滴落在桌上 真不愧是被我喜欢了 这么多年的储清语 莫语林啜起着 就连拒绝我的理由 都如此政治专一 明明可以不证一个其他理由 这样 我该怎么忘掉你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咖啡馆 回家的路上 一直在思考 该如何与老婆说明此事 当然 我也可以选择不说 可是 盘城市夫妻关系得以长远的基石 到家后 我快步走到客厅 发现老婆的房门竟然是打开的 难得跟老同学们见面 不多续续就吗 苏木雪一袭白色连衣裙 柔软秀美的长发 则肆意披散在双肩 不失粉带的娇俏容颜 被浅浅的笑意衬托得更显动力 自认识老婆以来 我只见过她穿黑色职业装 像这样的日常穿搭 还是头一次在看见 一瞬间 我的目光都变得直了梦 见到我的这段反应 苏木雪笑得更开心了 看来 我今天这身穿搭 很和你的意涵 怎么样 有没有几分白月光的感觉 我坦率地点点头 老婆 那是相当有 这话我爱听 老婆 我现在就去做饭 今晚我们继续喝点小酒 怎么样 苏木雪哪能不知道我的想法 她当然也有此理 她特意提前回来 弄得这一身打扮 为了谁 肯定是为了这个 背地里把她夸上天的傻瓜了 不过 她却忽然想逗逗自己这个名义丈夫 我今晚不在家吃饭 老婆的这一回答 直接让我愣住了 大周末晚上的 打扮得这么精致动人 却不在家吃饭 那要和谁去吃啊 苏木雪观察着我的神情 笑得更开心了 就这么想知道 还真是和人出去吃饭吗 苏木雪的回答 让我心里多少有些介意 我作为你的丈夫 问一句也很合理的吧 看着我这副模样 苏木雪感觉自己快要绷不住了 你不会是胡思乱想 吃醋了吧 说着 她伸出仙手 青鼠在我脸上 她的一双桃花眼 透着明媚的笑 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 你说 我一个结了婚的人 晚上打扮成这样 究竟是要和哪个 不解风情的傻子 一起去吃饭吗 我顿时瞪大了眼睛 老婆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咱们不明白吗 老婆 还不等我表达一下喜悦 脸就被老婆软糊糊的小手指出 什么你 居然敢往那种乱七八糟的方向瞎想 好打是吧 我错了 老婆 因为脸被扯着 我只能含混着说道 以后我要再看到老婆打扮得这么漂亮 都会默认为是为我而打扮的 苏木雪松开了手 目光别像一旁 含羞笑道 少臭美了 我才不是为了你而打扮的 我心里乐开了花 我老婆傲娇时的样子 也太可爱了吧 老婆 我会防换一身更好的衣服 满得快要溢出来 楚清雨 你哄人还怪有一套的 难怪墨雨林那样的漂亮小复活 也会一直喜欢你 出门后 在电梯里 我抛出了自己的一个疑问 老婆 为什么你今天突然想着 跟我出去吃饭吗 我们毕竟是新婚夫妻 偶尔也可以弄点有仪式感的晚餐 这只是原因之一 苏木雪没有说出口的另一个原因是 她相当满意 我今天面对墨雨林时的种种 我笑嘻嘻地猜测 烛光晚餐之类的 你慢慢猜 尽管我一猜急中 傲娇的苏木雪却不愿立即承认 二人一猜一搭间 便来到了轩鸣居内 王一给二人安排了一个幽静的角落位置 我往老婆玩里加她喜欢吃的菜 加了几次后 我发现她根本没有动款 苏木雪抬头看向我 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 翘脸微红 星雨 我的右手 突然好疼啊 拿不动筷子 我煞时两眼放光 哪能不明白老婆的意思呢 那我坐你旁边吧 老婆 给你揉揉手 苏木雪脸更红了 只能低下头 强忍笑你 好 我伸出一只大手 轻轻揉着 来 老婆 我喂你 说着 另一只手便迟筷加起菜 送到老婆的小嘴边上 苏木雪没眼含笑 与我对市场 樱桃小嘴倒是配合得很 接下了我的卫视 小姐带着姑夜来轩鸣居吃饭 对于全店的员工本来说 是一件大新闻 王一与同事们一到 来到了监控室 哎呦 我天 姑夜还要喂小姐吃饭吗 这种做法 明明在家里能更放得开 可小姐还是要带姑夜到轩鸣居来 难道说 我们也是他们奇怪推的一环吗 我揉着老婆的小手 给老婆喂饭 喂的面叫一个欢快 星宇 我知道你很乐在其中 但是你也不用光悟我 你也自己吃 没事 我还不太饿 我话音刚落 肚子便传出一阵咕噜咕噜的哀鸣 骗人 苏木雪撇撇子 拿开了我的大手 你听 你肚子都叫了 说着 他便笑营营的伸手 去摸我的腹肌 隔着西装和衬衫 他还是能感受到 对方八块腹肌的轮廓 老婆 你这是趁机开我游啊 少自恋 你有什么又值得我看 苏木雪轻拍了我一下 然后收回左手 清语 你还是先给自己的肚子喂点饭吧 好吧 正当我开始给自己加菜时 耳边传来的老婆悠悠的低语音 诱惑者 想要我也为你几口吗 想 我回答的相当干脆不快 我猛的转头看向老婆 却见对方正在低头吃饭 仿佛个没事人事 苏木雪抬起头 这下又轮到小姐给姑爷喂饭 看他们这顿饭吃的 还真是有滋有味的 你们看 姑爷说了什么话 小姐好像有点不开心